记者丁伟杰家事报道,天气炎热,家义是环保局清洁队扫路班54岁中性队员,今天下午4点多工作时,因热中暑昏倒在家事文化路肉品市场对面马路边,一名路过高中生见状,赶紧搀扶他坐在路边待园,救护人员抵达后,发现中男体温高达42度,经送家机院插管治疗, 脱离险境,目前在家户病房观察,家事环保局清洁队长谢英峰说,扫路班工作都由一人独立完成,工作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及下午1点半至5点半,中性队员今天负责清扫文化路委区域,已因天气热水分补充不够重暑,事后,已要求扫路班同仁在大太阳下长时间工作, 工作50分钟需休息时分,并适时补充水分,后湖消防分队救护人员或报抵达时,看到一名高中生搀扶中男坐在路边待园,中男不知何时倒地,体温高并有皮肤前热,无汗等热重鼠情形,救护人员尽量测体温为42度,立即除去外衣并以冰块协助降低体温, 随即送一,嘉义气象站表示,今天白天最高温为下午1点25分的35.4度,由于云量很少,没风,民众体感温度更高。